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说到DC或者漫威的人物 估计大家都能念到出不少 但是总有一些非常冷门的 比如今天我们说的漫威电影中的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外星鸭子 电影的名字叫天降神兵 又名霍华德怪鸭 不知道看过的人有多少 一切要从鸭鸭星球讲起 男主霍华德是一只普通的鸭子 过着平凡的日子,上班下班 看看电视抽抽烟啥的 一次他回到家中,看着电视 却莫名其妙地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着 最后脱落到太空中 甚至穿越蟲动来到了地球上 掉落在美国克里夫兰斯 在这里,他先是被一群疯狂的人 带到了女主所在的类似低巴的场所 因为女主一直有自己的演唱梦 但此时的他只能在这种地方唱歌 也因为霍华德太小 被工作人员误会丢了出去 表示这里不能有小孩 反正一脸懵逼的霍华德 最终被吓得躲在了垃圾桶里面 但因为下班离开的贝弗莉被几个流氓欺负 作为绅士的霍华德跳了起来和坏人战斗 最终也打跑了他们 一开始女主看到这个鸭子还很好奇 但还好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对霍华德到处摸摸 只是告诉她 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是地球 是地球上一个叫克里夫兰斯的地方 也是因为霍华德没有地方可以去 善良的贝弗莉最终带她回到了家里面 这是什么情况呢 人生地不熟就这样给带回去了 晚上的时候 他们两个在那里闲聊 霍华德说着说着就困了 不过她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 女主也从霍华德的钱包里面 看到了她的身份还有钱等等 她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生物 虽然是一只鸭子 第二天的时候 女主带着霍华德 准备去找一个叫菲尔的科学家 也许她能够帮助霍华德 但实际上菲尔只是很开心 自己似乎看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还准备对霍华德进行研究 然后写论文做研讨 获得诺贝尔奖一类的 最终霍华德气恼的离开了 因为她只想知道 怎么回到自己的星球上 并不想做其他的 而且菲尔也并非什么科学家 仅仅只是一位实习的助理 霍华德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自己那么的相信女主 最终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语 两个人也就此分开了 女主则继续做自己的地下歌手 霍华德则独自旅行 想着怎么回到自己的星球上 但在此之前 她需要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不过一只鸭子来找工作 你不觉得奇怪吗 虽然是得到了一份早堂清洁工的工作 但因为干的不是很容易 最终她也离开了 夜晚她徘徊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 又再次来到了这个地坝这边 她走了进去 看到女主依然是这边的主唱 甚至台下有人打赏她们 都被这边的老板给撕吞了 这让霍华德不愤 还和这个经理干了起来 只为了拿到这笔钱 因为这其实都是女主他们的辛苦钱 但也是在这里 霍华德再次遇到了菲尔 她似乎和研究所的其他同事见面了 知道了一些事情 但她需要拿着霍华德身上的毛去检验一下 虽然霍华德不同意 但是最终毛还是被拔走了 而晚上的时候 女主和霍华德准备睡觉 菲尔泽带着两个人来找她们 这两个人分别是张尼博士和卡特 他们最近在做一项实验 主要是研究太空离子光束 却不了因为当时失去了控制 竟然把霍华德给吸到了地球上 而当时实验室内有一根羽毛 和霍华德身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霍华德会来到地球的原因 而博士表示 会帮助霍华德回去的 但需要再次开启离子光束 原本这一切应该都会顺利进行的 虽然女主不舍得 这只只相处了一段时间的鸭子 但还是选择了 让她回到自己的星球上 即使她在那边并不快乐 可是当霍博尔拉着女主和霍华德 来到了实验基地这边 发现这里好事出现了什么意外 博士在开启机器的时候 似乎又再次的失控引发了爆炸 而博士在恐怖的爆炸力量中消失了 也因为实验室出了问题 甚至还招来了警察 我们的男主霍华德悲屈地被警察给抓了起来 谁让你的样子长得这么奇怪呢 还是在女主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地躲过了警察的追捕 也在加工厂这边见到了失踪的博士 此时的博士一脸迷茫 也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先逃走 在车上博士回想起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并表示有一个东西在自己体内 他最终会毁掉地球 原本霍华德和女主以为他是被爆炸给炸成这样了 但在那家小吃店里面休息的时候 证明了博士已经不是博士了 他的身体已经被另外一个生物给占据了 总确的说是外星球的黑暗魔王之一 因为博士再次发射离子光束 反而把他带到了这里 但他需要先借助博士的身体才能在这里献身 也是在这里上演了最啼笑皆非的一幕 霍华德看到的上的菜里面竟然有煎鸡蛋 这不是自相残杀吗 表情真的有点逗 当两个人意识到博士已经不再是博士的时候 并且再次开启机器的代码也在对方的手上 霍华德想要增强却没有成功 也是在这家小店内 上演了博士用超能力干掉了无数的人 并且带走了女主 因为他要借助女主的身体 再次从外太空带来其他的黑暗魔王 所以霍华德需要找人帮忙 一起抵达实验室那边 也还好因为小吃店这边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警察来了 然后霍华德见到了飞友 并在他的帮助下 他们那是一路逃 甚至坐上了飞行器 最终也抵达了实验室这边 而在博士这边呢 他带着女主 跑到了核电站这边吸收能量 最终两方也在实验室这边遇到了 后来的怪物进入身体的时候 霍华德用实验室内 找到了宗旨粉碎剂 击中了遍影的博士 不只研究了女主 也救回了博士 但因为那只黑暗魔王 以怪的形式现身 还好我们的男主是一只鸭子 当然一番战斗是难免的 反正也是顺利的干掉了这只 看起来很丑的怪物 也阻止了他想要借助女主和飞友的身体 召唤另外两只怪的计划 因为之后霍华德用宗旨粉碎剂 击毁了离子光束机器 所以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但至少他杠掉了这些怪物 救了几个人 也成就了自己这个 最没有存在感的英雄的身份 而电影的结局 霍华德和女主一起唱歌 飞恶变成了惨控 最终也实现了女主的演唱们 电影的结局算是不错的 女主也很美 是回到未来第一波中 妈妈年轻时会的角色 但是霍华德这个鸭子的样子 就见仁见智了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